蜂蜜劍莫佐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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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試吃的是這一個 奧地利皇家起司條 這個 感覺好像很厲害 這樣子 我先打開一些 打開的時候就有聞到那個起司的香味 而且這個還是很多那個 網路推薦跟一些名人都有推薦 所以我就想說 買來吃看看好了 而且它的包裝就是很可愛 一小個這樣 單獨包裝 很有衛生這樣 只是它好像都要冷凍的樣子 那我先吃看看好了 嗯 嗯 嗯 起司的地方 綿綿的 很鹹香 然後餅乾有點 鬆散鬆散的 就是 這餅乾是鬆散鬆散 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起司的部分是鹹香鹹香的 真的很好吃 很像 一般我們吃的那種 乳酪起司那一種 只是它把它做成單個單個包裝 是蠻貼心的 嗯 這個真的 蠻好吃的耶 而且要這樣小小一個的 很容易就入口 這樣子 它這個如果把它拿來當 下午茶點心 我覺得 也蠻讚的 它這樣子就是 只是說它就是需要冷凍這樣 嗯 嗯 嗯 不然像這種 一般的這種 這種乳酪起司啊 好像是麵包店有的好像有都會做 還蠻多店家都會做這種東西 但是我沒有看過像這樣子很貼心包裝 就這樣 一小個一小個這樣 真的 很方便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要 吃很多 然後你可能 家裡人也沒有那麼多的話 一次買就是要一整條 然後你沒有吃完 因為不曉得要怎麼樣去 處理它 你可能就 可能就不會買它 雖然你知道它好吃 但是可能不會買 因為量真的是有點多 但是像這樣子很貼心包裝的 像這樣一盒48個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划算 好啦 我今天影片都拍到這裡啦 也推薦大家可以去買這個 他們家的奧地利 皇家起司條這個 可以買回去吃 這個真的很不錯 我覺得 而且 看起來 包裝也蠻大氣的 真的是方便使用 而且 重點也是也是好吃 好啦 我今天影片都拍到這裡啊 如果喜歡 就歡迎訂閱跟按讚喔 掰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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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